2月6日,中共北京市住建委和通州区当局发布通知 调整双线政策,放松了对房地产市场的管控 通州2015年出台的双线政策规定 除了北京的限购要求外 还需符合通州区的多项限制条款 才能在通州买房 北京通州区某房地产经纪人翟先生表示 通州发布的房市新规并没有撤销双线政策 只是部分松绑 翟先生披露,现在房子很难卖出去 统计数据显示 2023年,通州区新房成交量同比下降24.1% 绝对值处于近十年来的中低位 成交溢价率整体处于低位 这次通州放松双线政策 试图挽救持续低迷的房市 但有北京市民表示 新政策恐怕难以奏效 中国多个城市近来出台政策 试图挽救持续萧条的房市 包括降低房贷利率 下调首付比例等 此前,广州、上海等城市 已率先发布通知 放松了对住房的限购政策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赵凤华 李珊珊、刘芳采访报道 bach不规情 请不 이거를 Pamela